那麽呢,就講一下樓市,亦都是這個原因 你看一下樓大樓,那個印花稅賣地收入 嘩,真是嚇死人了,少三四成 政府的賣地收入少三四成 這些地產既得利益的全部就是少三四成 很簡單 梁志堅何許人物呢,當然是很資深的地產從業員 也算是從業員貶低了他 即是地產老,地產智庫 之前是新世界董事 接著是惠德鋒的現在的副主席 好了,他剛才說的 他就說,首先說過了 他說政府不能經常派堂 他說非常時期做的措施 我想問一下 你經濟差的時候不派堂 那什麼時候派堂 一向都派堂的 是不是 他說 不能夠長期都處於非常時期 那你有什麼方法呢 梁志堅,那你有什麼辦法呢 派堂,他就是想刺激經濟 你不派堂,他認為經濟更加差 那就更加有赤字 你就是點死 你就是點死 你派堂有赤字 你不派堂就經濟差 你選吧 是不是 好了,講到樓市辣椒 他就說樓市辣椒實施了十一年 喂 現在不斷跌了 他說 你沒有人賣樓 就算你不全面切辣 你也分斷切辣 你不是沒事做的 喂 沒有人買樓 辣椒都明存實亡 這樣 好了 他就說 譬如 先講講辣椒 如果大家沒有什麼研究的話 跟大家簡單講講 辣椒現在有三款 一款呢 全部都是什麼SD SSD DSD BSD SSD 不是這個CPU SSD就是額外印花稅 就是你如果在三年之內轉售的話 就會給額外印花稅 六個月20% 六個月至一年15% 六個月至一年 一年至三年就多給10% 這樣 先講額外印花稅 大家可以幻想 如果你切了這個額外印花稅 會有什麼影響呢 我是業主 我本來想買 我可能會因為額外印花稅 我不想買 你切了 我立刻想買 是不是 當然你說 不是啊 我是買家 可能因為額外印花稅 所以我就不買了 OK 會不會有人 因為額外印花稅 切了之後 他會想買呢 有的 但是應該的影響 不會夠賣家影響大 因為你要賣出去 你才收的 這個稅 所以 合理的推斷 一定是賣家影響 會比賣家更多 那會怎樣 立即賣 樓價立即下跌 是嗎 合理的 這些交易稅 是交易費用其中一種 你一減了交易費用的話 交易量會增加 但是樓價會跌 這樣會有什麼影響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對於樓價跌 我是歡迎的 我開心 你看跌了多少 不過當然有副作用 就是越來越多付資產 但不要緊 那個是小數目 好了 第二 第三個 就是雙倍印花稅 和買家印花稅 雙倍印花稅 就是如果你買第二間 那你就會增加印花稅 第三 就是買家印花稅 如果你不是香港永久居民 就要再付印花稅 好了 你切了印花稅的話 理論上是不是 理論上應該多些買家會進場 那我又想問一下 現在還有什麼買家會進場 不是我們說的 是他說的 正如之前所說 你總有買家會進場 我明白 我理解的 但是會有多少因為你減辣呢 好了 還有 你這個是一個Tax來的 Per Unit Tax來的 大家如果要讀經濟學 這叫Per Unit Tax 就是說 譬如我買一支筆 本身我買100元 那現在成本是110元 那樣 當加了這些稅之後 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就會價格增加 交易量減少 價格增加 交易量減少 那政府是很樂見的 為什麽 因為他會把樓價谷到老鏈那麽齊高 然後你們齊頭又繼續買 好了 現在當你這些Per Unit Tax減少的話 就會怎樣呢 就會 那條Supply Curve 就會向 向下 向右 就會 那個交易量 理論上 交易量會增加 但是價格會減 就是說 所有減辣呢 在經濟學上 都會 你的量是增加 但是你的價格是會減 但是價格會減多少呢 就牽涉第二個問題 就是有沒有人接樓了 有沒有人接樓了 現在的樓市很有趣 就是樓價不算跌很多 中原指數還升 但是你試一下 但是你發覺有些個案 一劈就劈很多 為什麽呢 誰接 是不是 太古城都劈 太古城 太古城 你以前 因為你要記住 要買的那些 很多都賣了樓 你要想一下新的那些 新的那些是什麽 新的家庭 或者外國人 你現在還有外國人 是不是 內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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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內地人 即是很有錢 都來得八八九九 是不是 都不排除還有的 但是 理論上 應該越來越少 是不是 好了 然後 你發現這個情況 可能 八百萬一千萬 買一間樓 一百百萬一千萬 買一間樓 如果他 我減這個印花稅 我賣樓了 節省很多 我當節省十個百分之幾十萬 那我就劈下去 我就把稅的額 劈下去 那有沒有人接呢 問題就是有沒有人接 是不是 你 你覺得 喂 當那個通縮的恐怖 就是當有一個價格下調的預期 通縮和通脹很恐怖 通縮更恐怖 通縮更恐怖 你有一個價格下調的期望 我就不能賣了 是不是 我再等下 等下 現在八百萬而已 之後見七百萬 我就七百萬才進去 等下等下 我就不賣了 那我賣家就很急了 哇 一擠下去 那 你現在就看看 究竟那些人有多急要賣 還有承接力有多高 有多少 那我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 OK 我只是說了一個方向給大家知道 理論上 一減辣之下 那個價格就會下跌 下跌多少 不敢說 如果這個稅是 減了引花稅是十個百分之 就下跌十個百分之 至少 是吧 所以呢 梁志堅這個是好還是不好呢 他知不知道他一定知道 是不是 地產哪個熟 但是他要的量 他要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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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可以的 你有生意的 現在就沒有生意 所以他寧願把價格丟掉下去 大家都有生意好做 這個就是這個情況 好了 他還有說什麼呢 他又說 希望政府要得到錢 不要再食欣 說什麼呢 對不起 哎呀 這個 嚇到大家 對不起 他說 當初對啟德發展有很大的衝勁 我一招惹爆頭 為什麼對啟德有衝勁 各位朋友 喂 大家做民意調查 有幾多個經常去啟德的 是吧 你除非住在那附近而已 我 喂 我在香港也住了幾十年 都沒有去過 以前坐飛機 是吧 以前去探朋友之類 喂 沒有了機場之後 有多可去啟德 是吧 多可去啟德 當然 他為什麼會有衝勁呢 因為政府說會建單軌鐵路 你駁了鐵路過去 然後地皮便宜 你就很有衝勁了 是吧 那他不建 是吧 如果啟德可以 就一早可以 是吧 是吧 但是 基建有機會 另一個不行的地方 就變成可以 這就是英國佬以前的做法 現在是嗎 現在的基建是這麼用的嗎 現在的基建也不可以這麼用 現在的基建 是吧 基建幫他西九 原來建了豪宅 是吧 完全跟以前不同的概念 好了 所以 他就相信政府會建單軌鐵路 現在 修理了檔 整個個案修理了檔 是吧 那麼 他就說 希望增設三至四個穿梭巴士 積極和政府溝通 不希望政府再實現 睡覺醒了 梁志堅 你一把年多 好像不太好意思 一把年多 你退休算了 唉 真的 是吧 浪費 你對香港政府有期望 你幾大個人 你八十歲 那句是甚麼 四十不華五十之天命 六十是否以信之年 七十是甚麼 七十我忘記了 七十成先 你八十了 差不多 梁志堅 他四零年出生 六十 八十幾歲 八十幾歲 你是Monga的朋友 Monga 就是巴菲特的副手 阿里巴巴 真是人生中最大的錯誤 都未遲 堅叔 享享清福 是不是 無謂勞氣 見到你勞氣 於心不忍 享享清福算 那些叫甚麼 退黨保平安 堅叔 阿里巴巴巴 阿里巴巴